哈嘍 大家好 我是童 歡迎收看洪小多漫第二季的劇情講解 那今天要說的是第四集 然後由於我實在是想不到什麼廢話來拖時間的 所以今天就不說廢話了 反正你們也不是來看我說廢話的你說對吧 然後你有發現嗎 雖然我說不說廢話啦 但我還是成功浪費了你大概十多秒的時間 蛤 你說也跳個字斷了 那沒事了 影片的內容可以有去做我還請珍珠觀看 那我們就馬上開始上集回顧吧 在上一集小巷迪奈艾瑪比方四人由於決定要一起表演 所以他們就開始找人讓他們達成功名的辦法 但很明顯的如果這麼簡單的話就不需要煩惱了 而又也遇到了煩惱 因為老師要求補課的課堂結束前寫一首歌表演給大家 但也理所當然的他們的問題在最後也成功解決了 上集回顧結束就讓我們馬上開始第四集的內容吧 那第四集一開始就告訴了我們 小巷他們四人的表演得到了粉絲們的支持 也因為這樣他們表示要讓校園偶像機圓滿成功 而此時艾表示他想決辦線上演唱會 因為也有人無法來到現場觀看演唱會的 其他人也表示贊同 還說只要找其他四團幫幫應該是沒問題的 而艾也表示想要嘗試組團 艾瑪一聽到馬上問果林你不組團嗎 但果林回答還是必時競爭比較適合我 從此點我們可以看出 艾瑪很擔心果林找不到除了他以外的CP 在某一天果林在看著熊貓圖案的衣服 對沒錯果林喜歡熊貓 中途遇到了艾 然後在艾旁邊的是 創本美里是住在艾家附近的鄰居 但因為以前他們經常在一起玩所以關係很好 艾都叫他姊姊 他們也邀請果林一起去打保齡球 期間美里也告訴了果林 今天為何艾出來其實是為了慶祝他出院的事情 因為他在之前還經常住院 也表示果林並沒有妨礙到他們 也很歡迎果林一起玩耍 在這個過程中果林還獲得了熊貓鎖石扣 應該是鎖石扣吧 算了不管了 在最後他們還一起去吃了蚊子燒 這點重點就是艾的無情鐵手 你們不覺得這個一看就很燙嗎 這裡的重點是 艾想舉辦線上演唱會其實是因為美里 而艾小時候其實是很怕生和愛哭的孩子 但因為美里經常陪他玩 才讓他變成了鮮宅的愛 那畫面去到了雪菜上 他們成功說服了校方 那學園祭和校園偶像祭一起舉辦 而康子製作的企劃資料也是成功的關鍵 所以他們拜託康子當負責人 康子也答應了 那畫面去到果林上 他看到了美里在看著學習英文的書 美里也向他表示自己以前想去海外工作 但現在他好像放棄了這個目標 而果林也要求你不需要強硬自己笑的 因為果林從之前一起玩的時候呢 看著了美里在煩惱事情 而他也建議美里可以把真正的想法告訴艾 但美里表示拒絕 因為他不想艾因為他的事情而操心 然後就離開了 艾好像就是計算好了一樣 要求果林出來見面 等等艾還真的有叫果林起床啊 那艾會叫果林出來其實是因為他發現了美里的問題 所以才叫果林出來討論此事 並想為美里做一些事情 但果林建議先放置美里不管會比較好 不過身為行動派的艾怎麼可能會看著呢 所以他就去找了美里 表示自己什麼都願意做 美里也向他講述了他住院時的事情 因為無法上學導致他和朋友的距離疏遠了 而艾一直陪在自己身邊 可以說艾就是他的支柱 但在艾成為了校園偶像後 看著不斷在前進的艾 在自己卻無法前進 已經什麼都沒有了 在他離開前 他也表示還會繼續支持艾的 那在同學會在準備校園偶像記憶的東西時 艾和果林並不在這裡 他們在別的地方 艾表示自己以為了那美里開心的事情 卻沒想到原來是在傷害他 傷害了對自己而言就是姐姐的美里 他覺得自己沒有資格做校園偶像了 我們的果林並沒有安慰艾 他使用了激將法 如果是這樣的話 因為你不做校園偶像了 就讓我來代替你上台表演吧 然後我就可以把你的粉絲和美里都搶過來了 艾聽到後直接表示不行 因為自己還是想做校園偶像 果林也在此時告訴艾 完全被傷害到人是不可能的 那你還是有著如太陽般照耀大家的笑容吧 然後在果林離開前 艾邀請果林一起組團 但他不是要果林配合他 而是以競爭對手的身份 一起站上舞台 果林也答應了 但在演唱會當天 他們一起站在了台上 而美里也用著手機看著 MING PA случай i know you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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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在演唱会结束后 美丽因为被他们感动 竟然去到了现场 还表示要成为爱的粉丝 她也因为这件事情获得了自信 决定从现在开始而补英文 也表示自己的目标其实是国灵 因为自己也想成为人跟爱切磋的人 那在这一集的结尾 看着去看了蓝族的演唱会 在他们聊天的时候 看着姐姐三传孙子出现在他们的面前 那第四季导致你就结束了 那下一集会是谁的剧情呢 也是很明显的 毕竟现在就只剩三个人没有主传了 反正下一集已经很确定是那三人的主传了 所以就让我们期待一下那三人的表现 和会不会有更多的看着和他姐姐的戏份吧 那我们就下一个红小动漫第二季的影片见 拜拜 我们下期见